小朋友在台上利用英文演出逗趣的话剧 永宁希望小学连续第五年举办的夏日英雄挑战赛 在9号当天声大展开 总结有来自八个学校两三百位的小朋友 要来同场尬英文 可能家庭 可能环境 都不是特别的好 但是各位一定要努力 你只要敢学习 你只要肯学习 你一定都可以有很好的成果 我想这也是永宁希望小学所要做的 让每一个小朋友都能够找到兴趣 找到才华 暑假期间许多人都在家里吹冷气看电视 不过来自各地区永宁希望小学的小朋友 却是每天练习英文 并且利用时间制作道具排演内容 为了就是参加这天的比赛 希望能将练习的成果完整展现在大家面前 让他就是持续一直听那个频率啊跟发音这样子 对然后他自己念的时候在就是圈出他哪些单字可能发音不是很好 再特别改善这样子 不管是科普老师或是我们从他们身上看到很多的成长是他们渐渐的因为这样的比赛敢上台 那敢去面对群众那敢去在 在这么多的人面前去说英文 很自然很流利的去说出英文 那这是我们举办这个比赛最大的目的 社工表示 这些来自弱失家庭的小朋友 平常教育资源就比较匮乏 更别说完其他人一样可以去补习班 因此大家在科普老师的引导之下 从英文字母和简单的单字开始学起 到现在能够用流利的口吻说出整段句子并且演出话剧 看在大家眼中也令人十分感动 记者洪嘉宏